字幕 字幕 跟字幕 杨茜茜 大家好 之前我们介绍了关于WSL 在我们 Windows 10上面安装 并且我们安装了视窗化的界面 让我们可以在Windows 10 子系统上面 跑视窗版的有帮图 之前我们也升级到了Windows 11 当然这个纸系统部分 其实随着时间也进行了更新 现在最新的是第二版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实际的来安装 这个所谓的Windows纸系统 当然在这之前我们可以先确定一下自己 有没有符合安装的必要条件 由于我们是Windows 11 22H2 已经是最新的版本 不能再新了 所以我们没有版本上的困扰 至于朋友们你们自己的系统 就得要看一下有没有符合官方所提供的安装需求 接着我们到执行打上CMD 接着使用help 可以观看我们现在能够打的comment 不过由于我们现在这个是干净的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先查询有哪些可以安装的版本 这时候就使用List Online这个command 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 微软提供了这些 官方的直系统可以让我们玩家选用 安装的方式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 通过install 然后代参数-d 选择我们要安装的版本号码 这里选择20.04 为什么不选择U邦组22.04呢 主要是因为它太新了 在部分开发上面 这些新的套件 其实并没有得到相对应的支持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开发环境 更新并不是非常的快速的话 不适合使用U邦组22.04 因为很有可能这些新版本的应用程式 或者是一些相依套件 可能不适用于我们开发环境 这个要特别注意 很容易造成开发的时候 有不同的错误产生 这边选择叫中规中矩的20.04 不会太新也不会太旧 接着系统就会开始帮我们安装 这个U邦组22.04 在它安装的途中 我们其实可以顺便看一下 要怎么看这个 目前的系统版本 我们回到桌面 在本机 按下右键 写着内容 我们就可以看到 目前Windows安装的版本 是什么 我们现在安装的版本是 Windows 11的 22H2版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再来就是 有时候我们需要 去看一下系统元件 是不是有打开 我们可以使用 设定中的 应用程式 中的选用功能 选到最底下 有个更多的Windows功能 在这边 其实我们可以打开 一些Windows提供的 服务 其实我们在之前 就已经打开了 这个Windows纸系统的功能 安装完毕之后 我们可以选择 开始程式 里面的捷径来执行 但是如果执行的时候 发生了这种错误 不用紧张 这只是我们有一些更新没有做 我们到Windows Update里面的进阶选项 打开接收其他微软产品的更新 我们就可以找到像是Windows纸系统的修正 修正完毕之后呢 我们再次执行 可以看到 现在就可以进去 我们的Evang2 20.04 这次进入系统呢 会要求输入使用者的名称 对主帐号密码呢 可以跟我们系统的不大一样 设定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 这所谓的Evang2 环境 这时候你想要做什么 就可以开始建立了 不管你是要 要做进行网站的架设 所是 资料库开发 甚至于嵌入式系统 这些都已经测试过 确实是可以跑的 这边我们今天要示范的 单纯只是Windows纸系统的安装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再进行 其他开发的演练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可以透过Windows Terminal 这套软体 来帮助我们 进行这个 多个子系统的切换 当然 你如果要单纯的只是执行 其中的一个系统 我们也可以不需 安装这个Windows Terminal 下次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来专门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Windows Terminal的 安装以及 使用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关于新版本的 Windows系统的安装 如果 你也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欢迎在影片的右下角点选 订阅来支持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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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